你发现了吗 随着《在就业男团》的翻红 兄弟几人前些年发的歌 也逐渐被网友考古出来 还真是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呢 万万没想到 原来曾经这些火遍全网的歌曲 居然全都出自《在就业男团》 其中还就属苏醒的最大牌 大家想到陈楚生 不可避免的就会想到这首 但是他可不止这一首歌活呢 罗列起来也属于一天一夜 也说不完的程度 跟和谐合唱的经过 为电视剧《招摇》演唱的 同名主题曲《招摇》 为电视剧《献风少年》演唱的 片尾曲《那个远方》 当年追剧的你们 是否也曾被这个声音所感动过呢 毕竟在追逐梦想 坚持梦想这块 0713可是有绝对的发言权 虽然陆虎原本就有很多 为大家熟知的歌曲 但是这首雪落下的声音 算得上是他的翻身之作了 他满刀腰溢出来的音乐才华 终于开始得到大众的赏识 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追梦人 虽然他参加过突围赛 但是他却是唯一上过春晚的人 尽管他没有因此大红大紫 但是提到唱给父母的感人歌曲 他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绝对名列前茅 很多人认识他 可能是通过《最好的我们》里的陆星河 但他曾经是真的为音乐认真努力过 一张相当高质量的专辑 却没有得到好的反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中的主打歌《暴走》 歌曲有独唱版 也有跟张杰一起的合唱版 如今在听这首歌真的很适合用来舞台表演 黑色摇滚的曲风又燃又炸 只可惜这首歌当年没能火起来 被金志文汪苏龙连番吐槽有病 被网友吐槽成舔狗神曲 不得不说张远的这首《嘉宾》是真的火 但是翻唱这首歌的歌手还真不少 没办法呀 谁让张远的歌声戳中了大家的心呢 虽然只有几十秒的出场镜头 歌词也只分到了一句 而且还是合唱 但不得不说苏醒的高光时刻 确实比其他几个哥们要亮 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 导致他被血藏 可能如今的中国新说唱 会请他去作品尾吧 对此您有什么想表达的吗